所以你是後天開天眼 我這個也不算開天眼 因為開天眼會 可能無時不刻都會看到 但是我沒有 我是針對特定的一些事情 例如 例如我可以回報之後 老師可以處理的 或者他跟我可能有一點緣分的 或者 晚親債助 之類的 或者我的好朋友 或我的家人的冤親債助等等 對 OK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冤親債助他有漲得跟一般所謂的路 阿飄假阿飄已不一樣嗎 冤親債助跟阿飄其實是不同的 冤親債助大部分是跟著那個人 對 他是來要債的 討債公司 對 那阿飄其實可能就是路邊 對 閒晃的 或者是地基組 那些都算是阿飄 來來來來 我們分兩個層次來討論 對 第一個層次就是七月真的比較多 對 他們度假 暑假 對 所以真的有開鬼門這回事 是 OK 準時的 所以如果你去看開鬼門 你會真的看到一堆從那個地堪洞這樣衝出來 不會 不會 因為我不是營養眼 所以我不會看到一堆這樣衝出來 但是會在農曆七月的時候會特別的不舒服 頻率會增加非常多 OK 對 因為他們可能到處晃 有時候 因為他跟我們存在同樣的空間 只不過我們看不見 但他可能會不小心碰到你 或者是他可能感覺得到你是 有比較敏感的人 他可能就這樣吐你一下 對 你可能就會頭痛 或者是牙齒痛 或是手痛 腳痛 可是你知道這個痛 不是你身體的問題 或者他北方就巴你一下 我就常被巴 對啊 被巴會有感覺嗎 超痛的 因為他們的氣場跟你不一樣 對 OK 好 那 我們說像我們沒有那個體質 我們也不想要有那個體質 對 千萬不要 OK 所以我們遇到 我們其實基本上是沒有感覺的 對 也因為我沒有那個體質 所以他巴我我也不會怎樣 或者你可能會覺得 比如說他巴你的頭 你頭痛了 你可能會覺得 我昨天可能沒睡好 我最近工作壓力很大 我宿醉 對 你可能不會有反應是 這個是被巴了 對 那他會自然好嗎 會啊 正常來說會 他那個氣過了就好 可是如果你剛好人處在 譬如說 燈水小的時候 對 還是說運勢比較壞的時候 如果是說身體狀況比較低 機能比較低一下的時候 有可能會因為這樣你會覺得 我好像就 比如說從頭痛開始變感冒 然後時間會拉比較長 對 OK好 那再來就是 你說那個時候你還沒 還沒看得到之前 對 你過得很辛苦 是 有多辛苦 人家做生意 大概 因為現在做生意比較難 可是以前 二十幾年前做生意是 如果你開餐廳 你東西好吃 請你就能夠不錯 如果你會做包包 你也很容易找到訂單 可是我剛好 我覺得我東西煮得很好吃 也沒有賣得很好 我包包做得很厲害 也拿不到訂單 所以我很快在我人生 大概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負債八百萬 OK 對 我覺得是很不順的 超超爛的 超爛的 如果你的會手往前推 那個時候八百萬是 天文數字 你這樣推得比較長一點 比較長一點 反正那時候都算金牛的 那時候都算牛的 所以就是 我覺得很辛苦 對 因為 同樣年紀出來做生意的 人家可能隨便賣個 夜市擺個攤 一下子一攤可以變十攤 可是我們怎麼會是 一直負債 對 是的 狀況很多 你後來開始你看得到 幫神明做事 對 然後有福報 我覺得有 然後就順 我應該換個說法 很多人都會覺得 你順了是不是 你就開始賺很多錢 對 賺大錢 是的 但是我 我們就是這麼膚淺 對 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就是 我們是屬於比較 沒有那麼多福報的 所以你所獲得的東西 不見得是很多的錢 但是我認為 幫助我很多的地方是 比較 衰小的事情 沒有一直在發生 對 我能夠講一個 對我來說是 最明顯的例子 大概就是發生在我 父親身上 因為我父親 洗腎很久 那當時候他去洗腎的時候 其實主治醫師 就有不斷的告訴我們 雖然醫療技術很好 洗腎的品質也都很好 但是洗腎的患者 一般來說是10到14年 已經相當長了 對 可是我爸很年輕 那時候他才50歲而已 我心裡面想說 可這樣子 如果他這個時間 也算是很短很年輕 對 但是他從開始洗腎的時候 他就沒有麻煩過我們 而且他是最嚴重的 他一個禮拜三次 一次要四小時的 他等於是兩個腎臟都壞掉的 對 他就沒有麻煩過我們 他可以自己開車去洗腎 可以自己開車回家 然後在這個洗腎的過程裡面 譬如說我去看他的時候 有時候 因為他們的床位是固定的 你有時候會發現 他的左右鄰居都換人了 我就會問他說 啊那個咧 他就說 掉了 啊那個咧 啊掉了 不然就是 可能抽筋很嚴重 又被送到什麼地方 啊怎麼樣 就是問題很多 他左右鄰居 要換了幾百輪 可是我爸爸一直維持在 很正常的狀況 後來他甚至 因為洗腎會有一些併發症 所以他身上同時 連續發生了三個位置的癌症 我心裡都在想說完蛋了完蛋了 他這樣子的身體 如果有癌症 那我們可能會需要 很多的時間得去照顧他 或者要花非常多的錢 但是很幸運的是 他每一次癌症 他就住院個三天到一個禮拜 他手術完就出院了 他也不用化療 對 然後醫生也都說 你有得好運呢 都沒怎麼樣 醫生 你肚子還好運呢 醫生會覺得自己的手術技術非常好 對 然後就這樣接二連三都這樣 都是就平安度過 到最後他就是腸子裡面也發現有癌細胞了 然後醫生跟他說 依這個狀況 手術完大概就是要做照顧了 然後他還去上了一些做照顧的課 怎麼樣 然後我們今天想說完蛋這個人 這麼愛面子 如果有照顧還得了 他可能會開始心情怎麼樣 所以我們還去醫院聽一些 就是怎麼樣去陪伴他的一些課 結果手術完四天後 也不用照顧耶 就是我就覺得說 天啊我真的是覺得我很幸運 然後一直到最後他人離開的時候 他都沒有到很嚴重的照顧 他就突然間吐血 然後就昏迷 然後在醫院一個禮拜就沒了 對 他也沒有被弄得很辛苦 然後我們也沒有很辛苦 所以你說的好運大概就是 比較平安 對 平安 平安就是福嘛 對 OK好 那我們回到所謂的開天眼這件事情 是 誰幫你開的 怎麼開的 是我的師父 但是呢 我還是要說這個東西 對他來說 他不會說這個東西叫幫我開天眼 因為他並不是讓我每一件事情 或每一支都看得見 他就是針對我的 你換成人類的語言 就是他把我的敏感度調高 對 然後讓我可以 比如說有一些需要幫忙的人 我會感覺得到 然後我對於一些狀態的反應回來的時候 我會知道那個是什麼 對 所以他把敏感度調高 那這個要修行嗎 師父要修行 我不用 你不用修行 因為我跟他說 我沒辦法念經 正常來說可能會需要你念經 要被關 對之類的 然後吃菜 我就說 沒辦法我會死 人好念經會睡覺 那我可不可以做別的 對就是可以不要做這些 但是 就是讓我不要做那些很難的事情 對 那他後來是怎麼 讓我處理這件事情的 其實老師說也不知道 因為他要去做他需要的交涉 對 但是我從 看到第一天開始到現在 就是會有需要多 需要告訴他 然後可能要幫忙 服務大家的地方 找到 我們等到 換 Amor 請